农业的讯息 气候异常不止花农果农受到影响 蜂蜜产量更是惨兮兮 受到年初霸王级寒流的影响 蜜蜂虽然熬过强烈寒流 却苦无蜜可采 寒流加上大雨让龙眼花旗延后 影响蜜蜂采蜜 而类植蜜的情况更是严重 花只开了两到三成 导致蜂蜜产量不到去年的一成 尽管蜂蜜价格看俏 但是有钱也不一定买得到 今年恐怕是蜂蜜面临最严峻的一年 五月份起正值荔枝龙眼蜂蜜上市 今年受到气候影响 让蜂蜜产量减少 甚至是出现供不应求的状况 经过四十多天的采蜜期 蜜蜂在蜂巢中修养 但仔细看看蜂巢中的蜜 数量却不像以往的多 今年受到气候的影响 让蜂蜜产量大减 蜂蜂蜂蜜脸上满是无奈 寒流再不成它的花旗 没办法正常开花 产生花减少 它影响它的蜂蜜的减少 这是最大的主要原因 蜜蜂 没办法正常再寻找 它正常的蜂蜜出来 那就产生它的数量 略微再减少 产生今年的荔枝蜂蜜 跟去年效益比 今年只剩下 去年差不多四分之一 今年年初受到霸王级寒流的影响 让龙眼开花旗延后 加上大雨影响 使得开花旗缩短 蜜蜂虽然熬过寒流 却苦无花蜜可采 龙眼蜜产量大减 价格涨幅高达三成 因为今年的荔枝蜜 跟龙眼蜜 开发的时候 有受到下移 那产生本身 荔枝蜜本身就比较少 比较少以后产生 它花旗缩短 缩短荔枝跟龙眼 在衔接的时候 有断层 那就产生 荔枝跟龙眼蜜 它的单一龙眼蜜的 的纯度更高 而荔枝情况更是严重 花只开不到两三成 蜂蜜产量不到去年的一成 以往荔枝蜜跟龙眼蜜 价格差不多 今年荔枝蜜涨幅高达四成 让主要用于食品加工的荔枝蜜 今年食品加工厂 可能有钱也买不到了 因为荔枝蜜大部分都做食品加工的 添加的东西 产生他们采购商 有钱没地方买 造成我们蜂蜜也没办法说 刻意去把它生产出来 因为这个是天然的蜂蜜 他们采购商 已经喊价喊到六万多块了 就是一个两百公司的铁桶这样 喊到六万多块了 所以它的产物就超过四十% 亲信的是 今年荔枝蜜和龙眼蜜 品质都较往年更纯正 几后影响让荔枝龙眼花旗错开 因此不容易出现荔枝龙眼混蜜的情况 而农会也提醒蜂蜜价格高 市面上容易出现假蜜流窜 提醒消费者购买食药注意 有没有农会或者蜂蜜产销般的认证 以免买到假蜜 记者赖秋风 陈昭安 台中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